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EDBAYCV SHOW,我是邱俊 又再回到S2季工作VLOG啦 现在就要去丙州大会堂Dawand Street Pinar那边 派有工人士领取DJM和BCM巡弦 可是跟往年不同,往年会有检阅仪式啊 可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要跟SOB 所以现在是没有仪式 到Dawand Street Pinar了喽,所以现在就等他们领取巡弦 因为进来里面这里有需要穿佛网的,所以就穿佛网咯 不要看我裤子啦 上去上面是拍官方照片的,所以媒体没有在上去喽 OK,拍完了,可是其实进去那边看了一阵子 其实就算没有穿佛网也是可以的 可是不可以穿到太多路啦 听说我明天也是要过去 所以明天就不用穿到这样裤子了喽 嘿嘿 所以明天又在Dawand Street Pinar见喽 拜拜 嘟嘟,那全部人在进去这 又来到Dawand Street Pinar了喽 今天也是要等他们领取巡弦的照片喽 昨天好像忘记讲一件东西就是喽 为什么不能上去,是因为上去的 官方照片喽,是有官方照片的 所以我们就只能在下面拍吧喽 今天是满满了PJK的BTS的讯息 噢噢,今天进不去了,昨天 可以进去,只不能上楼吧喽 今天连进都不能进喽 咯 驿长刚才拉咬一下巡视了一圈过后 他有出来给BTS 然后他刚才给BTS最主要是讲到 因为下个星期17号跟18号 就风大度的巡弦了 然后在Spice Arena那边 因为那边的地方比较大那时候 冰州的州元首也是会出席 每个进去的人都需要在三天前 在南华医院那边做swap desk 包括首长啦,还有受风人士都需要去做 然后就这样子拍完喽,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Good morning everybody 现在呢,就要上去Idam Dam 因为首长潮会有在那边 会有一个记者会有关水坝的水位 所以现在就上去看看喽,走喽 这场BC最主要是讲说 由于降雨量不足喽 所以Idam Dam 跟BTS有效水浪下降 冰城供水今年拉响首次警报 这里就是Idam Dam 了 哇,拍完了 可是煞又快点跑喽 然后上次有交代我讲说 下餐过后 之前回到办公室 要去拍一些堂食SOB的照片 然后现在就去找一些咖啡店拍一拍 那边的状况是怎样喽 OK,搞点收工,明天见喽 拜拜 哈喽,Good morning everybody 所以现在就要去Idam Dam 变派 居民遵守SOB 还有访问看看市民 关于不资助SOB的罚款 从1000令吉提高到1万令吉 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 网完了,然后很多民众讲说 10千的罚款太重了 很多人都应该会给不起 然后再加上商家是罚50千 如果发现没有跟SOB的话 所以有些商家就讲说 赚买赚买都不够一次给罚款 所以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啦 只要明天再见 拜拜 Morning everybody 现在就要去拍捐血运动 所以现在要走喽 到灰色咯 所以现在就去看看喽 在这里里面 往上走 走走走走 我们要吃点热 慢慢去 2016年 冰箱子 冰箱子 银色尼 冰箱子 中国冰箱子 冰箱子 费典 药 公牙 I'm losing grip that I know You turn and turn on my own OK OK,所以就搞定了 刚才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到不止一间医院 我听到有南华医院还有GH 所以里面的人会捐血给不同的医院 明天就是我off day了 所以这个星期的工作就到这里为止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一下已经分享给你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edbasicwish的YouTube频道哦 还有不要忘记followedbasicwish的Facebook page 还有Instagram哦 明天off day 那种喜悦的心情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 哈哈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